欢迎收看本节目 观众其实是吐槽博主 他表示之前在网上吐槽过大鹏 但看完吉祥如意对他改观了 大鹏大放表示 自己有看过那个吐槽视频 还发到群里跟制片人陈芷熙分享过 没想到现场能见到吐槽博主本人 大鹏感动表示 我们应该来个拥抱 谈到近段时间 在演员请就位二里的表现被吐槽 大鹏坦言 前两天给我骂的 我都有点郁闷了 但他也感谢大众对他的批评 陈芷熙现场激动哽咽 从监并霞一路跟大鹏合作 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多努力 当看到鹰味姐急的问题 他被大众误解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非常无力的 希望大家多鼓励包容我们 最后大鹏表示 我知道自己是个比较有争议的人 我不希望连累到这部作品 因为它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期待你们帮帮我 我给大家居一躬 他还表示 这部电影在春节前 1月29日上映 是个冷档期 不对票房 有太多期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